那一天的晚會 大家最enjoy的 是歌后的三首歌 但是最有娛樂價值的 其实是赖總統的祖國倫 他為什麼有娛樂價值呢 因為各種回應 繽紛多彩繽紛 什麼樣的回應都有 這個主要是基於你的政黨屬性 你的意識形態 還有你對組織 對老闆的忠誠度到什麼程度 還有最後呢 就看你對兩岸事務的學養 到底有多深厚 所以各種反應都有 其實我是在乎兩個人的反應 一個是林左舍的反應 因為林左舍的反應不快 他到今天才反應 我特地打了電話給他 我說你怎麼還沒有反應 醫生回來了 你看臉書但是很短 林左舍去講 他總結他的感覺是荒謬 因為他一向反對用歷史觀來界定 來討論一個國家的祖國 或者一個國家的主權 所以他反對用歷史的角度 的眼光來看問題 但是奇怪的是北京政府 北京政府到目前為止沒有文字上 或者是口頭上的回應 對我們這邊甚至解讀說飛機來多了 這個就是回應這個亂講 這個沒有一定的標準 我覺得北京是不曉得如何問 就啼笑皆非 就是又好氣又好笑 他們的結論恐怕說不值得回應 這個回應太便宜他了 因為這麼淺薄 這麼淺薄的講法 我還回應個什麼 但是我覺得賴總統 真的這一次的講法 突顯他自己 如果不是他自己 就是他的團隊 在兩岸事務上 學養的一點深厚的基礎都沒有 因為賴總統他當選以後 他講了三個使命 第三點就是要洗地人民的心靈 我想這個是第三點 他第三點就是他不願其反的 要強調兩岸是互不隸屬 但是他這個講法是有意無意 還是盲中有錯 我不曉得他的動機是什麼 但是他有意無意之間 把一個重要的元素 也就是中國貫穿到兩岸的骨架裡頭 兩岸由他的講法裡頭是扯不開的 而貫穿他是中國 所以他如果我總結他的講法的結論 他的講法就一個國家 兩個政府兩個政權 而這兩個政權 我們這邊誕生的早 他們那個只有75年 我們這個是13年 所以我們多他38年 所以在時間上有先後 但是是平行的 你也可以講是重疊的 但是在空間上是互不隸屬 台灣人對這個兩岸空間上互不隸屬 非常瞭解 非常瞭解 對岸也不能否認 這個不用你不願其反的 一再提醒 一再引起紛爭 本來就是這樣 但是你為了強調兩岸部分隸屬 把一個歷史因素 一個民進黨 一個台獨黨 避之唯恐不及的中國因素 無端的拉進來了 這個有這麼麻煩嗎 何必這樣呢 我實在不太相信他的團隊有這麼做 如果你的團隊是這麼做的話 趕快充實你的團隊 要不然我覺得台灣是積極可危